史上最诡异的国庆节 这个国庆节没有人消费 海口的一个卖海鲜的阿姨跟我讲 她说从来没有遇见过 海口本地的出去了 却没有外地的客人进来 所以导致他们 忙了一年的期待 想在国庆节客人的 叫报复性消费来一波 结果准备的材料 一点都卖不出去 不但没赚钱还亏钱 所以客人都去哪了 给你们看看现在餐饮有多难干 还有的还想往里扎呢 奉劝你一笔 看好了再说 看看 现在是七点钟正上人的时候 出了那一桌就我这一桌 我这一桌还是我自己 看见他们家生饮 我心里舒坦多了 都同一个B一样的草 想进餐饮圈子的你 别考虑了 太卷了现在 两个人团餐吃火锅138 吃到撑都吃不完 五盘子肉 你预测国庆之后 会有大量的倒闭潮出现 依据是什么 就你想一个逻辑 其实很多商家是熬到国庆期间 就等那一波报复性消费的 但现在的事实情况是什么 人多消费低迷 所以击溃商家的不是现金流 而是心态的崩溃 晚上再到渠州万达来看看 就在这个渠州站的对面 渠州万达 这个万达和上渝万达一样 都在高铁站边上 但感觉上渝万达略好一些 难道都去那两个开业的地方了 这条人是感觉也一般 我听这个人流量 我感觉挺一般的 贵阳市中心临界门面 居然关闭那么多 今天乘坐公交车发现贵阳的 最市中心的喷水池 也是老贵阳的心目中的 最核心的商圈 临界的门面好多都关门了 曾经这些门面多么的辉煌 还有我没拍到的喷水池 到师大那一段的门密室 虽然现在是体店确实不好做 但是作为市中心 临界门面不至于吧 虽然我也是贵阳土著 对花果园不感冒 但不得不承认 花果园现在的人流 真的比喷水池多得太多了 虽然也有门面空置的情况 但是这样大面积 临界门面关门的情况 还是很少 也不得不承认 喷水池现在的 老贵阳人心目中的市中心 真的逐渐被花果园替代 喷水池要如何 才能恢复往日辉煌呢 曾经每一个贵阳人的回忆 真的觉得很可惜 躲过财源 但我被降薪了 从之前的工资一万两千 到现在的九千 年终奖业取消了 上个月公司已经发出了 财源通知 我以为我会被财 今天领导找我谈话了 领导说我可以继续工作 就是工资会少 其实也在我预料之中 就是没想到会降这么多 领导说公司目前 在大环境影响下 工资的效益一直在下滑 所以必须财源降薪了 他说需要留下的人 共同渡过难关 等熬过这段工资 就会恢复 当然也可以选择离开 但还是希望我可以留下来 说实话我脑袋有点猛 也没有想好该到底如何选择 到底是接受降薪 还是离职走人 如果选择换工作 可能就会面临短暂的失业 毕竟我30岁了 只有大专学历 在北京现在的就业环境下 对我并不友好 之前的视频评论 有的有劝我离开 有的让我坚持一下 我也很难抉择 一想到这段时间 我要为找工作 而奔波就很焦虑 大环境的影响 好像每个行业都不是很景气 如果换工作 工资也不会比现在高 而且现在大多数公司都在采源 我也很迷茫 不知道何去何从 如果是你 会该如何选择呢 现在这商场的衣服 到底是谁在买啊 就随便逛了一下 一个什么没见过的 什么设计师品牌 一件很普通很普通的 这种卫衣 19999 妈呀 我1999 为什么要买那么件衣服呢 都搞不懂 是现在的人都这么有钱了吗 就我一个人穷吗 就我一个人觉得商场的衣服贵吗 我天 太奇怪了呀 此时此刻很多人都离开了上海 上海曾经熙熙攘攘的街道呀 如今似乎变得有些冷清了 还在上海的民众呢 普遍反应说 这座城市的烟火器啊 差了很多 夜生活呢 也不再如往昔那般热闹了 做房贷生意的网友啊 也忍不住醋操 客户普遍变少了 平时接触的那些人 有的回了农村老家 有的呢 则换城市发展去了 那上海这到底是怎么了呀 原来呀 还是和钱有关 一方面 基层工资涨不上去 物价上涨又停不下来 这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 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在生活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 人们的生活质量受到了影响 那对未来的预期呢 也变得不那么乐观了 那从数据上面来看呢 与2023年相比 今年呀 在上海的外来物工人数 减少了11万 而且过去的五年 对应数据都是在下滑 这充分说明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离开上海 而且短期内呀 这种趋势难以调和 有人说如今呀 已不再是20年前了 现在互联网发达 物资信息在各大城市 都实现了同步一体化 尤其是苏州 杭州和上海这三个地方 他们隔的又不是很远 但用近些年来的GDP数据来看呢 三兄弟呀 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2023年上海的GDP 达到了4.72万亿 苏州2.47万亿 杭州呀2.01万亿 然而在同一年呢 上海的常住人口是 2487.45万人 苏州常住人口 仅仅只有上海的一半 是1295.84万 杭州和苏州的常住人口 差不多是1252.2万 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 这三座城市呀 在经济发展上 确实处于相近的水平 那问题就来了 既然城市发展程度 没啥区别 那普通民众是不是就要看 在这三座城市 所需要付出的 生存成本是多少了呢 对比之下 很多外来物工者认为呀 在上海的生存成本 远高于苏杭 以住房成本为例 在上海市区 一套普通的两居市 负金可能高达 每月5000块 而在苏州和杭州 同等条件的房子 租金相对较低 此外呀 在生活日常开销方面 上海的物价 也普遍高于苏杭 一只小孩用的原住笔 都要几百元 你说哪个老百姓家庭 能承担得起呀 种种数据呢 好像都能证明 一个普通的年轻人 在上海工作 这其中包括很多工种 他们能够积累下来的 年营余偏少 例如 在上海某制造业企业工作的员工 年薪平均为15万 扣除生活成本后呀 年营余可能只有3到4万元 而在苏州和杭州 同类型企业工作的员工 年营余会相对高一些 从汽车普及率方面来看呢 苏州排在了全国首位 杭州排在全国第23名 上海在2024年 已经屈居全国第30位了 这一数据呢 也从侧面反映出 上海在某些方面的发展 可能面临着挑战 上海的变化呢 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中国经济形势令人担忧 消费支出低迷 全球对中国产品的抵制加剧 房地产市场依然未见回暖 尽管北京在9月份 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措施 包括降息和降准 但外界普遍认为 这些举措不足以应对 当前的经济挑战 今年秋季 几乎所有全球银行 都预测中国经济难以达到 国内设定的5%增长目标 根据彭博社的调查 超过80%的经济学家 预计2024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将无法实现5%的增长 甚至包括美国银行的分析师 也对国内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表示怀疑 这一普遍的悲观看法 反映出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 深切担忧 当前 中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 通货紧缩压力 新房价格出现 自2014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消费者信心降至一年半来的最低点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 导致国内需求疲软 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 北京坚持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 和扩大出口来推动经济复苏 然而 贸易方面也存在风险 尽管出口达到了近两年的新高 商品价格却在下跌 国外对中国产品的廉价冲击日益警惕 出口增长虽然在数量上有所提升 但利润率的下降 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加剧 削弱了这一增长 对整体经济的积极影响 外界广泛讨论中国经济 是否会陷入类似日本的长期停滞期 日本在过去几十年中 经历了失去的十年 经济增长缓慢 通货紧缩问题严重 中国是否会重蹈负责 成为许多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 在面临困境 国内在2022年底取消疫情限制 并重新开放边境时 曾有乐观预期认为 会出现报复性购物外出 就餐和旅游从而提振消费和经济 然而在民众对经济增长 房价下跌 失业和收入的不安背景下 这种提振效应短暂 很快消失 消费复苏未能持续 反映出内需市场的脆弱性 截至9月 制造业活动自2023年4月以来 一直在收缩 仅有三个月例外 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 占据30%的份额 其制造业贸易顺差 在全球GDP中占比巨大 过去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高速增长 中国的制造业规模 甚至超过日本和德国 在巅峰时期制造业领域的总和 这种规模的优势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 未能转化为持续的增长动力 外国政府担心无法抵御 中国制造业的生产增长 当中国的生产增速 超过自身需求或全球经济增速时 其他国家只能被迫缩减规模 甚至关闭产业 这种竞争压力对全球供应链 和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 国内对工业的补贴规模令人震惊 人超其他国家 是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 中国将约5%的GDP用于工业补贴 是美国 巴西 德国和日本的10倍 在半导体 钢铁汉里等行业 中国的补贴占全球的80%至90% 这种大规模的补贴政策 不仅扭曲了市场竞争 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担忧 另一方面 中国需求疲软也影响了 从斯泰兰蒂斯到阿斯顿 马丁等外资汽车制造商的利润 同时 像星巴克海亚斯兰黛等全球消费品牌 也发现中国市场的销量大幅下滑 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节省开支 这种消费行为的变化 反映出经济不确定性 对消费者信心和蜘蛛行为的深远影响 进一步拖累了经济复苏的步伐 最能反映国内信心脆弱的指标是 今年夏天 中国银行对实体经济的贷款 出现了19年来的首次萎缩 地方政府本以资金紧张 背负着隐性债务 受到房地产市场下滑的拖累 地方土地销售收入 持续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 使得在经济急需财政支持时 扭转预算支出的困难更加显著 这种财政困境限制了地方政府 在应对经济挑战时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8月份 今年失业率连续第二个月上升 达到今年的最高水平 这一失业率指标是在国内改变统计 口径后刚刚推出的新的指标 高失业率不仅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疲软 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进一步削弱了经济复苏的基础 总体来看 中国经济面临的多重挑战表明 当前的政策应对措施 急需加强和调整 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 未来的经济走向将取决于 政策能否有效应对这些深层次的问题 恢复市场信心 促进可持续增长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